每年正月初六是清水祖师爷诞生的日子 即使今年适逢开宫日 依旧吸引大批民众来到祖师庙前烧香祈福 以及许多摄影爱好者也来拍摄一年一度的民俗盛会 人潮塞满整座三峡老街 庙方今年依旬传统准备了树枝生理 共培影负责提供今年生理的养殖户王维健表示 希望透过丰厚的生理来替乡亲们祈福 很简单 就是跟我们四家庭 一顶的自己祈祢 一顶的 二顶三顶 我是我的二顶 文庄人的三顶 祈求大家平安而已 其实没有什么 大家平安就好了 台里说就是 就祖师公的他的神力 要来逛我们参全土地 我们外有参 跟英国就两个笑话 就是要靠祖师公来给大家加 有到 要有参全好的 有汤匙有汤匙 台里说就要拨 三峡祖师庙总务组长刘金达表示 清水祖师作为佛门高僧本人没有吃肉 但是当日除了庆祖祖师爷诞成以外 同时也祭祀一名及天地神灵的保佑 因此会陈列丰厚的生理 这是因为三峡先民早年从安息移居而来 在年末的时候居民们会返回安息祭祖 因此才将年末的祭天仪式和祖师爷诞成一起举办 我们一直认为说清水祖师他不是应该没有吃肉 怎么会拜神祖 那么拜神祖其实是由我们的祭平安 就是说我们一年完了以后 我们对我们一年里面没有发生事情 那就感谢所有神明 包括什么三神啊 包括所有不在的就是义民那一些 我们都会感谢他一年来的保佑 然后年底了我们就会杀猪宅羊 然后去拜这一些神 所有的神我们都拜了 不只拜祖师公 那本来应该是在年底 就应该要拜这个神 就是谢平安 年底下平安嘛 我们一年来都平安就谢平安 但是三峡比较特殊就是 清水祖师在正月初六 那年底又要来谢平安 杀猪宅羊 过年后祖师公生日 我们又要来拜祖师公 而且三峡人都是从安息过来的 大家在年底的时候 都会回去安息祭祝 所以也没空来做这个祭平安的事情 所以就结合了祖师公的生日 选在正月初六这一天 大家来拜这个神猪 刘金达说今年的生理数量 相较早年已经有所减少 早年都会有数十头的生理 今年则是只有四头 受到都市化的影响 周遭能够饲养的场所也越来越少 加上使用生理的数量也不如以往 便缩减成当前的规模 那么这个活动现在其实已经差很多 差我我刚来庙 二十几年前我来庙的时候 出去磅神猪大概会一次磅四五十头的猪 那么现在你看已经个位数了 所以说除了大家没有办法养猪 再来就是没地方 因为杀一只猪你要有 就像以前三合院一样 要有很大的地方 才能够来做这些活动 而且以前的人 可能人口也比较 比较聚集一点 杀神猪 猪肉可能还有人可以吃 那现在都小家人 杀猪可能也比较没有办法 猪肉那么容易消出去 开工第一天人潮依旧挤爆 三峡清水祖师庙还有三峡老街 可见祖师爷诞成的民俗盛会 美丽依旧 民众赶来烧香祈福 希望新的一年也能够获得神明的庇佑 记者已根基新美赛报导